欢迎收看第623期国度新报综合报道 首先为您介绍台湾新议会所主办的2014年青少年五营天国总动员 7月1日到4日在真理大学麻豆校区举行 这营会已经举办到第8年了 今年有400多人参加 新庄真理堂主任牧师高唐恩表示 青少年五营的特色是五种营队的性质 在营会期间同时进行 希望借此能够集结新议会的资源 装备青年学子从自我形象 健康的关系等等主题之中受装备的建造 此外高雄武昌教会学青木区所主办的 2014crossover跨越极限青年营会 7月5日到8日在真理大学麻豆校区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恢复与突破 三个次题是热情坚持与团结 学青木区郑贤志牧师表示 透过这一次的营会 盼望能够让同工与学员跨越自己的极限 胜过生命的破碎与软弱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另一方面 屏东和平长老教会所主办的第八届维克特的传说 7月3日到6日在台南首府大学进行 和平教会主任牧师葛兆新表示 所谓维克特传说的赢会 也就是Victory神国度的得胜者 要建造六大特质 V就是Vision 明白意向发现命定 I是Integrity 纯权正直分别为胜 C是Commitment 尾身投入奉献主权 T是Training 训练栽培门徒训练 O是Obedience 顺服权柄遮盖连结 R是Responsibility 负责尽职积极传承 葛兆新牧师并强调 神国度的得胜者 也就是基督的门徒 被呼召在充满了诱惑与挑战的世界 成为基督耶稣的代表 也就是小基督 以上就是本期国度新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